要想付,先修路,然而,电商扶贫之路,绝不仅仅只是修修而已,还要维持秩序,保障交通,甚至提供高铁、飞机。 刚刚,人民日报点赞拼多多是精准扶贫,用拼近十足四个字不仅道出扶贫之路豁然打通的喜悦,也道出了扶贫之路的最优解。 所有人都知道要想付,先修路,当下的互联网时代,这条路既可以是现实中的路,也可以说是电子商务的网路,而拼多多不仅是修路者,还负责这条路的交通、运输。 过去,买家找不到好产品,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,这种两端信息不对称,区道不虎通的局面,就是令传统电商头疼。 不已的农产品上行难问题,乌鲁偏逢连夜雨,再加上我国农产品种类与产地大而广,且极其分散。 想要打通天南地北的农产品资源,与全国各地的消费者,难度可想而知。 然而,这一电商行业的顽疾,随着社交电商平台拼多多的出现,有了新的解法。 2018年4月,拼多多发起一起拼农货项目,毫不夸张地说,拼多多的精准扶贫,给致富之路,提供了一条最优解,使人找货变成了货找人。 一举解决了燃眉之急,一起拼农货的首个项目,就是拼多多联合平台新农人商家,与河南中牧县546家贫困户签约,包销2000亩大蒜。 在这个扑贫铸农计划中,拼多多将降投入100亿元营销费源,深入到500个农业产的。 当然,效果也是立竿见影,仅仅一天时间,就卖掉4.7万单大蒜,通过新农人商家高于市场价收购,让当地农民增收100万元,这还不够。 电商卖货目前已经深入农村,扎根农货产地,带动农村就业,数据显示,拼多多带动回乡创业青年5万多人, 其中80后,90后超过90%,大量的青年农人深入产地做起农货生意,财富化出以果感恩,聚过生鲜等一批拼品品牌,帮助农民兄弟把优质农货卖出好价钱。 目前,超4000万人次购买扶贫农产品,正如人民日报所言,呈现出一副拼尽十足的积极画面,毫不夸张,一条真正的扶贫之路, 因为拼多多而变得越来越宽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明镜与点点栏目, 明镜与点点栏目, 明镜与点点栏目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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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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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